激烈中国人民抗日战争 及世界反法西斯战争 胜利70周年纪念大会 现在开始 请全体起立 明离怕 现场冥想礼炮70响 铭记抗战胜利70年 回望当年 长城内外 大江南北 共赴国难 浴血坚持 母亲叫儿打东洋 妻子送狼上战场 端起土枪洋枪 挥动大刀长矛 献敌人与汪洋大海 趋日扣于国土之洞 十四年间 有多少丈夫 永远没有回到家乡 有多少孩儿 永远没有回到母亲身旁 上千万的中国军民 没有等来胜利的那一天 今天 声声礼炮 为先列冥想 为胜利冥想 冲冲 冲冲冲 沈黄 冲冲冲 冲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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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抗击日本侵略者的中共套战中 中华民族实现了百年以来 最为彻底的民族觉醒 也赢得了百年以来最为宝贵的集体自信 中国抗弹的胜利是在向世界宣示 我们中华民族有同自己的敌人血战到底的气概 有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光复旧屋的决心 有自力于世界民族之林的能力 中国抗弹的决定 接下来 天安门广场将升国旗唱国歌 诞生于1935年的义勇军进行曲 是中华民族旧王图存的豪迈战歌 也是奏响在盟军胜利日的雄壮凯歌 千千千万万为抗战胜利流血牺牲的人 今天国歌为他们唱响 是中华民族王图存的豪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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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中华民族王图存的豪迹 在这区域的族王图存的豪迹 为小华民族王图存的豪远 出力 升国旗唱国歌 中文字幕志愿者 请坐下 请中共中央总书记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 中央军委主席 习近平同志 发表重要讲话 全国同胞们 尊敬的各位国家元首 政府首脑 和联合国等国际组织代表 尊敬的各位来宾 全体受阅将士们 女士们 先生们 同志们 朋友们 今天 是一个值得世界人民 永远纪念的日子 七十年前的今天 中国人民经过长达十四年 艰苦卓绝的斗争 取得了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 宣告了世界反法式战争的完全胜利 和平的阳光 再次 普照大地 在这里 我代表中共中央 全国人大 国务院 全国政协 中央军委 向全国参加过抗日战争的老战士 老同志 爱国人士 和抗日将领 向为中国人民 抗日战争胜利 做出重大贡献的 海内外 中华儿女 致以崇高的敬意 向支援 和帮助过 中国人民抵抗侵略的 外国政府 和国际友人 表示 衷心的感谢 向参加今天大会的 各国来宾 和军人朋友们 表示热烈的欢迎 女士们 先生们 同志们 朋友们 中国人民抗日战争 和世界反法式的战争 是正义和邪恶 光明和黑暗 进步和反动 大决战 在那场 惨烈的战争中 中国人民 抗日战争 开始时间最早 持续时间最长 面对 面对侵略者 中华儿女 不屈不挠 欲血奋战 彻底打败了 日本军国主义侵略者 捍卫了中华民族 五千多年发展的文明成果 捍卫了人类 和平事业 铸就了战争史上的奇观 中华民族的壮举 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 是近代以来 中国抗击外敌入侵的 第一次完全胜利 这一伟大胜利 彻底粉碎了 日本军国主义 殖民奴役中国的图谋 洗刷了近代以来 中国抗击外来侵略 屡战屡败的民族耻辱 这一伟大胜利 重新确立了中国 在世界上的大国地位 使中国人民赢得了世界 爱好和平人民的尊敬 这一伟大胜利 开辟了中华民族 伟大复兴的光明前景 开启了古老中国 凤筐捏盘 浴火重生的新征程 在那场战争中 中国人民 以巨大民族牺牲 支撑起了 世界反法西战争的东方主战场 为世界反法西战争 为世界反法西战争胜利 做出了重大贡献 中国人民抗日战争 也得到了国际社会 广泛支持 中国人民将永远铭记 各国人民 为中国抗战胜利 做出了贡献 女士们 先生们 同志们 朋友们 经历了战争的人们 更加懂得和平的宝贵 我们纪念 中国人民抗日战争 及世界反法西战争 胜利70周年 就是要铭记历史 缅怀先烈 真爱和平 开创未来 那场战争的战火 遍及亚洲 欧洲 非洲 大洋洲 军队和民众 伤亡超过一亿人 其中 中国伤亡人数 超过三千五百万 苏联死亡人数 超过两千七百万 绝不让历史悲剧重演 使我们对当年 为维护人类自由 正义 和平而牺牲的英明 对惨招屠杀的 无故亡灵的 最好纪念 战争是一面镜子 能够让人更好认识 和平的珍贵 今天 和平与发展 已经成为 时代主题 但世界 仍很不太平 战争的达默克利斯之剑 依然悬在 人类头上 我们要以始为鉴 坚定维护 和平的决心 为了和平 我们要 牢固树立 人类命运 共同体意识 偏见和歧视 仇恨和战争 只会带来灾难 和痛苦 相互尊重 平等相处 和平发展 共同繁荣 才是 人间正道 世界各国 应该共同维护 以联合国宪章宗旨 和原则为核心的 国界 秩序 和国际 体系 积极构建 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 新型国际关系 共同推进 世界和平与发展的 崇高事业 为了和平 中国将 始终坚持走 和平发展道路 中华民族 历来爱好和平 无论发展到哪一步 中国都永远不称霸 永远不搞扩张 永远不会把自身 曾经经历过的悲惨遭遇 强加给其他民族 中国人民将坚持 同世界各国人民 友好相处 坚决捍卫 中国人民 抗日战争 和世界 反反式战争 胜利成果 努力为人类做出新的 更大贡献 中国人民解放军 是人民子弟兵 全军将士 要牢记 全心全意 为人们服务的根本宗旨 忠实履行 保卫祖国安全 和人民和平生活的神圣 和人民和平生活的神圣 使命 我宣布 中国 将裁减 军队员额 三十万 女士们 先生们 同志们 朋友们 米不有出 掀客有钟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需要一代 又一代人 为之努力 中华民族 创造了 具有五千多年历史的 灿烂文明 也一定能够 创造出 更加灿烂的明天 前进道路上 全国各族人民 要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 坚持以马克思电影主义 毛泽东思想 邓小平理论 三个代表 重要思想 科学发展观 为指导 沿着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道路 按照四个全面 战略布局 弘扬伟大的爱国主义精神 弘扬伟大的抗战精神 万众一心 风雨无阻 向着我们既定的目标 继续奋勇前进 让我们共同铭记 历史所启示的伟大真理 正义必胜 和平必胜 人民必胜 阅兵开始 表屏就位 左传有言 国之大事 在四与融 在纪念活动中 举行阅兵 是国际通行作法 新中国成立以来 我们成功举行了 14次国庆首都阅兵 今天是中国第一次 组织纪念 中国人民抗日战争 即世界反法西斯战争 胜利阅兵 这彰显我们 对历史的尊重 也昭告我们 对和平的捍卫 一半 平和平的捍卫 在四与三条中 对历史上 第一次 secured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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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始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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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朋友们好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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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今天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我们首先看到悬挂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 和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旗的空中护旗方队迎面飞来了 驾驶领队机的是陶炳兰少将 先红的国旗和军旗格外夺目 象征着先烈为革命做出的牺牲 激励着人民军队牢记神圣职责 坚决捍卫祖国领土和尊严 20架直升机在空中组成数字七零字样 将抗战胜利七十周年大写在天安门广场上空 我们也看到七架飞机拉出七条彩带 象征着走过风火硝烟的中华儿女 气惯长逢奔向未来 第二集中文章最后运用一出 every day 一路之士 一路之人 西日卫国建功勋 今日授阅战风采 现在抗战老兵乘车方队开过来了 参加阅兵的抗战老兵 包括八路军新四军 东北抗联华南游击队 和当年国民党军队等方面 具有代表性的抗战老兵 这是从苦难辉煌中走来的英雄壮士 这是从枪林弹雨中走来的光荣前辈 请接受祖国和人民最崇高的敬意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英雄不朽 心火相传 紧随抗战老兵的是抗日英雄子女代表 一部抗战史 就是一部鲜血解救的英雄史 无数先烈血染中华大地 烈士英明 响彻历史长空 他们是民族的骄傲 他们是永远的封碑 我们看到抗战之前模范乘车方队开过来了 最后一碗米送去做军粮 最后一尺布送去做军装 最后一个娃送他上战场 国难当头 四万万民众会成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 历史封碑上 卷刻着他们用奉献和牺牲谱写的 壮丽天章 这次阅兵共有67个方队参阅 其中我军50个方队 外军17个方队代表队 授阅方队将依次通过天安门前的中心授阅区 我军徒步方队在踏上近里线的一刹那 便齐步走为正步走 领队行军礼 担任奏唱任务的是解放军联合军乐团合唱团 现场演奏的分裂式进行曲 是授阅官兵行进的信号和节奏 今天的阅兵首次安排将军领队参阅 由56位将军领队率先接受检阅 每个阴谋部队方队的最前方 我们看到是七面锦旗 书写着抗战时期的部队番号和荣誉 我们下期待会儿先接受检队的最后 我们下期待会儿再次能够战时期的部队 我们下期待会儿再次看看 踏着仙辈足迹奔向强军目标 陆海空三军仪仗队高情八一军旗 阔步向我们走来 他们向世界展示了威武之师 文明之师和平之师的雄姿 英姿萨爽的女仪仗队员 首次亮相阅兵场 由张海清和赵继鲁少将领队的 狼牙山武壮士英模部队方队正向我们走来 他们是八路军禁察纪军区的代表 狼牙山武壮士的英雄壮士 诠释了抗日武装 命死不屈 血战到底的战斗精神 现在由吴亚南和黄明少将领队的 平行关大战突击连英模部队方队正迎面向我们走来 他们是八路军115师的代表 首战平行关威名天下阳 一举打破了新华日军不可战胜的神话 八路军挺进抗日前线 创建抗日根据地 成为华北抗战的中坚力量 现在走过来的是百团大战 白刃格斗英雄连 英模部队方队 领队的是邓志平和高伟少将 百团大战 八路军在华北战场沉重打击了 清华日军的嚣张气焰 极大鼓舞了全国军民的抗战信心 现在正走过来的是夜袭杨明古战斗模范连英雄部队方队 现在正走过来的是夜袭杨明古战斗模范连英雄部队方队 第二九师的代表 领队是林向阳和洪江强少将 中国共产党领导抗日军民 在东北华北华东中南等战场激动灵活作战 创造了世界战争史上的奇迹 正阔步走来的是燕门关伏击战英雄连英模部队方队 他们是八路军120师的代表 领队的是王秀斌和周西根少将 八年全国抗战 八路军在华北战场歼灭日伪军125万余人 为中国抗战胜利建立了卓越功勋 现在授阅的是刘老庄联英雄部队方队 由夏俊勇和刘卫星少将担任领队 刘老庄联威震敌胆 82名烈士靠气长存 新四军驰骋华中战场被誉为铁的新四军 现在走过来的是空间英雄连英模部队方队 领队的是田福平和周建国少将 新四军在华东华中等战场 共兼敌三十万余人 为夺取抗战胜利 做出了重大贡献 加油 加油 现在东北抗联英雄部队方队正在走来 领队的是王成卫和王印邦少将 东北抗日联军是中国共产党创建最早的抗日武装 十四年周旋苦战艰苦博军 无数英雄 康慌悲壮 永垂清水 加油 现在走过来的是华南游击队英雄部队方队 领队的是祝韵璇和陈向文少将 华南游击队长期不悬敌后 为夺取抗战胜利和支持太平洋盟军作战 做出了重要奉献 加油 抗战英雄部队方队向我们走回来了 领队是徐平和狗春燕少将 武警部队的前身涌现出杀敌英雄连 战斗模范连等英雄群体 英雄的精神穿越时空 英雄的血性代代相传 接下来将要登场的是17个外军方队和代表队 这是新中国首次邀请外国军队方队参加阅兵 首先走过来的是阿富汗军队代表队 领队是国民军一档队参谋长阿卜杜拉西姆中校 现在我们看到的是白俄罗斯军队方队 领队是卫戍司令格力采夫上校 阿富汗军队 正在走来的是柬埔寨军队代表队 领队是王家军一档队副队长英雄上校 现在亮相的是古巴革命武装力量方队 领队是革命武装力量一档队队长佩拉萨中校 迎面走来的是埃及武装力量方队 领队是仪仗队队长艾哈迈德萨亚德上校 领队是战略司令部拉图总军事长 正在通过数月区的这是哈萨克斯坦武装力量方队 领队是总参谋部军训部副部长 阿尔基亚罗夫上校 现在正在走来的是吉尔吉斯斯坦军队方队 领队是旅长达尼亚尔伊萨科夫上校 接着走来的是老挝人民军代表队 领队是279团连长 从伟来浮上尾 现在走过来的是墨西哥武装力量方队 领队是何赛中校 现在看到的是蒙古国军队方队 领队是总参谋部参谋 他使河尔德尼中校 正阔步走来的是巴基斯坦武装力量方队 领队是编防团团团长 穆罕默德派耶博中校 正在通过的是塞尔维亚武装部队方队 领队是警卫营营长马尔科少校 现在登场的是塔吉特斯坦武装力量方队 现在登场的是塔吉特斯坦武装力量方队 正在走来的是瓦努阿图机动部队代表队 领队是消防中心指挥官豹马阿维亚工位 现在正在通过的是委内瑞拉军队代表队 领队是陆军军官学院埃尔兰德斯学院 现在我们看到走过来的这是俄联邦武装力量方队 领队是第154独立警卫团连长德米特里大卫 同时今天来到天安门的还有苏联红军美国飞服队等老兵和子女代表 抗战期间复利申科陈纳德白琼恩科蒂华等大量外籍军人和国际友人来华支援抗战 他们做出的牺牲和贡献我们永远不会忘记 手优优独立话 手优独立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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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七十年前我们用小米加步枪战胜了侵略者 今天的人民军队正加速推进向机械化信息化复合式发展 即将授阅的装备方队均为国产现役主战装备 84%是首次亮相 装备方队由五位中将率队接受检阅 他们是白剑军中将 田中中将 陈东中将 吴国伐中将 潘昌杰中将 铁流混滚 气势如虹 现在通过的是地面突击部队 加油 首先使过来的是由邹运名少将领队的坦克方队 授阅的99A坦克实现了火力 机动力 防护力和信息力 有效如何 Allah 护力和信息力 紧随而来的是由李小妍少将率领的 陆战队两栖突击车防队 数月的05A式两栖突击车 是海军登陆作战的主战装备 现在正在行进的是 旅带步兵战车防队 领队是李文少将 数月的04A步战车 是陆军机械化信息化 复合式发展的代表性装备 终于是陆军机械化信息化 终于是陆军机械化信息化 领队的是景涛少将 空降兵部队快速机动 远程直达 纵身打击 空降兵部队是联合作战的一把尖刀 现在开过来的是反坦克导弹方队 由李明少将担任李贵 首月的红舰十五期系统能够精确打击地面目标 及低空低速飞行目标 空降兵部队是陆军机械化信息化 炮方队领队的是柳林少将 首月的05A155自行加流炮 是陆军部队的重要压制火器 现在授阅的是装甲突击车方队 由刘法峰少将担任领队 授阅的一一是两栖机站车 主要用于快速部署 要预夺控和地面突击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正在行进的是轻型突击车方队 领队的是唐建明少将 数月的防护型突击车 是我军新一代机动作战 指挥和轻武器装备的运载平台 现在开过来的是反恐突击车方队 领队是孟明少将 武警部队作为反恐维稳的突击力量 出色完成了处置突发事件 打击暴力犯罪等重大任务 立毛尖盾 护卫长空 即将亮相的是防空反导部队 现在开过来的是高射炮兵方队 领队是孙永波少将 首月的35毫米自行高炮 射击速度快 命中精度高 抗干扰能力强 由刘明豹少将领队的地风导弹 但第一方队正在通过中心授阅区 授阅的红九导弹 具有抗宝核攻击 复杂电磁环境作战 和拦截多种空袭兵器的能力 现在登场的是地空导弹第二方队 领队为潘国海烧将 首月的红十二地空导弹 是我军新型中高空防空武器 红六弹炮系统是新一代 末端防御武器装备 批波展浪走向深蓝 即将接受检阅的是海上攻防部队 现在正在授阅的是 舰空导弹方队 领队是黄兴舰少将 授阅的舰空导弹 杀伤空域大 抗干扰和抗多目标来袭能力强 紧随而来的 是反舰导弹方队 领队的是刘庚群少将 授阅的反舰导弹 是维护国家主权和海洋权益 构筑现代海上防卫体系的重要装备 现在 岸箭导弹方队正迎面时来 领队是周旭明少将 授阅的岸箭导弹 机动性能好 突防能力强 打击范围广 尾伤威力大 东风浩荡 雷霆万军 大国常见 安全基石 即将通过的是战略打击部队 现在开过来的是 常规导弹第一方队 由沈国强少将担任领队 授阅的东十五以东十六 两型常规导弹 是我军实施中进程精确打击的 尖兵力气 紧随而来的是常规导弹第二方队 领队的是 李军少将 授阅的东二十一丁导弹 是打击舰船目标的 陆基弹道导弹 是我军海上 非对称作战的 杀手锏武器 杀手锏武器 现在正通过中心授阅区的 是常规导弹第三方队 领队是李明玉超少将 授阅的长剑十甲巡航导弹 是我军 惊打要害 克敌制胜的重要法宝 杀手锏武器 杀手锏武器 现在通过的是 河长兼备导弹方队 领队的是薛金峰少将 授阅的中二十六导弹 能对陆上重要目标 和海上大中型舰船 实施中远程精确打击 是我军战略威慑力量体系中的 新型武器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由王定放少将率领的 核导弹第一方队 现在正在接受解决 授阅的东三十一甲 固体洲际战略核导弹 是维护国家安全和世界和平的 战略重圈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现在看到的是核导弹第二方队 领队是张明国少将 数月的东吴尹 分岛式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 是维护国家主权 捍卫民族尊严的坚强盾牌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决胜千里信息之称 即将通过天安门的是信息支援部队 我们首先看到的是 预警雷达方队 领队的是侯海涛少将 数月的雷达装备 具有高机动和独立作战功能 守卫着祖国的空天安全 目标 现在通过的是无人机方队 领队是李天天少将 无人机部队战略战役战术配套 侦察引导打击一体 为我军增添了新的作战手段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现在开过来的是指挥信息系统装备方队 由安学少将领队 信息通信部队已建成贯通三军 往细融合 要素衔接的联合指挥信息系统 现代战争保障先行 在装备方队中最后通过的是后装保障部队 现在我们看到开过来的是护秦保障方队 领队的是尼弓少将 着眼全面建设现代护秦 我军正在加紧固建新一代护秦保障体系 护秦保障能力不断跃升 现在正通过的是装备保障方队 领队是王继通少将 授阅装备具有全天候全地狱装备保障功能 国军的装备保障能力有的大领域升 最后开过来的是白球瘟医疗化 我军卫生战线大力弘扬白球瘟精神 野战机动魏勤能力不断加强 特强瘟医疗化 战鹰烈阵呼啸苍穹 空中梯队飞过来了 率先飞过来的是领队级梯队 我们看到正在指挥空中梯队的 这是郑群梁中将 梯队是由一架空警2000预警机 和八架歼10飞机编程 担任护卫任务的是八一飞行表演队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现在飞过来的是预警指挥机梯队 由一架空警500预警机 两架运八指冲机 四架歼10和四架歼11战机编程 标志着空中信息化作战体系更加完善 紧跟着飞过来的是海上巡逻机梯队 这是由三架运八型特种飞机 和十架监空7A战机编程 它们是实施空中侦察预警 碎行对海出击和对空作战任务的重要地点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现在轰炸机梯队飞过来了 由轰6K飞机编成三个三机械队 授月的轰炸机能携带巡航导弹和空地导弹 具备远距离奔袭 大区域巡逻 防区外打击能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有两架空游6空中加油机和4架歼10战机编程 空中加油有效增强了航空兵远程机动 持续作战努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现在正向天安门飞来的是 尖击击第一梯队 由12架尖11B战机 编成三个四机右梯队 该型尖击击流空时间长 作战半径大 能够超视距空战和近距格斗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紧随其后的我们的战营是 尖击击第二梯队 驾驶领队机的是长丁球少将 机队是由15架飞机 变成三机、五机、七机械队 尖11A战机是夺取制空船 和中远程作战的风风力舰 尖11A战机 现在飞过来的是舰载机梯队 由五架歼15战机编程 该型战机实现了我军固定一飞机 从暗机到舰机零的突破 为我国航母战斗力建设奠定了歼10基础 请不吝点赞 订阅 声带mind楼 现在正飞临天安门上空的是直升机梯队 70架直升机编成7个歇队和一个航队 陆军航空兵作为立体突击的主战力量 在未来战争和非战争军事行动中 承载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使命 气势恢弘的空中梯队 以搏击空天的凌云壮志 至胜空天的万丈豪勤 诠释着当代中国军人的使命担当 书写着维护国家领空安全与世界和平的 崭新篇章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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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胜利日让我们深深铭记,经历了战争的洗礼才更懂得和平的宝贵,不忘先烈留下的精神才是对他们最好的告慰。 胜利日让我们深深铭记,越是胜利之时,越不忘威王之计。 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是永远回荡的歌声,始终唤起全体人民与祖国共命运同呼吸。 胸关慢道针如铁,而今脉步从头月。 让我们更加紧密的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周围,大力弘扬伟大的抗战精神,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不懈奋斗。 胜利属于全世界爱好和平与正义的人们。 胜利属于全世界爱好和平均的人们。 胜利属于全世界爱好和平均的人们。 中国人民抗日战争 及世界反法习战争 胜利70周年纪念大会 现在结束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